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三中全會發公報 專家大結底 三中全會後 中國將邁入全面管控的紅色進步時代 中國直播主半年賺3725元 被索賠100萬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7月18號 星期四 我們的主頻道每天發表6個視頻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主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主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主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主頻道的訂閱 加入會員和贊助鏈接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三中全會發公報 專家大結底 7月18號晚間發布的三中全會會議公報 連篇羅列被正式通過的所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文件內容 18日 流亡海外的前內蒙官員杜文在海外X平臺發文說 轉圈子 繞彎子 扯獨子 了無心意 一切都如預料的一樣 最大的提法就是進一步全面加強黨的領導 賦予習更大的權力 全面口號很響 動作很虛 目標挺好 腳下無力 臺灣國防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龔祥生 對大紀元表示 從目前的公報來看 被列入的項目包山包海 幾乎把所有當前的政策都重複了一遍 雖然這代表了改革面向的全面和廣泛 但內容多是老調重談 目前公報是沒有新意的 除非之後公布整個文件全文 龔祥生表示 再從公報來看 其實習近平還是最為擔心政治安全和個人掌權的問題 而和改革最有關的經濟部分也要牢牢抓在手上 但現在中國經濟停滯 甚至衰退的主要問題就出在過度管控和防範風險 使得外資及外商人員有安全疑慮 還有在科技上的強取豪奪引起了國際反感 這些在強調中國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造成了二者之間的矛盾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對大紀元表示 本來是在去年11月就要召開的三中全會 一直延遲到今年開 本身就因為中共存在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在當時沒有辦法解決 現在看來危機還是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現在中國的經濟非常困難 習近平已經動用了所有的政策工具 都沒有辦法挽回經濟下滑的頹勢 而且經濟的危機還在越來越加深 和國際社會的脫鉤越演越烈 對於三中全會最後通過的所謂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方案 唐靖遠說 要看實質上的行動 當局就連過去鄧小平時代的 跛腳鴨式的這種經濟的改革開放都要收回來 全部要讓黨來控制 所以所謂的深化改革和現代化方案就是一個欺詐 三中全會後 中國將邁入全面管控的紅色進步時代 第二屆三中全會於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這是中共審議並通過重大政策和經濟改革方案的平臺 在會議開始的同一天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官方雜誌《求是》上發表文章 標題為《必須堅持自信自立》 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他在2016年曾做出的言論 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當今世界 要說哪個政黨 哪個國家 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 那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美國之音報導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教授高樹超 在前身為推特的社媒平臺X上表示 習近平的這段話為今年三中全會的主題定下了基調 即中國面對的經濟困境 不需要大規模的改革 不僅是學術專家 金融界的投資人也這麼認為 紐約投資戰略公司Unlimited共同創始人鮑勃伊利特就在X上寫道 如今 中共政策制定者依然堅定地停留在信心階段 他們相信 只要能騙私營企業 相信其一切都沒有問題 並在此之上做一些小的政策調整 就能萬事大吉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蕭邦表示 北京的經濟政策變動不會離開加大黨的控制這個主題 這個控制之下的放開能保證市場改革依然符合加強黨國體制的更廣泛的目標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專家劉奔就以著名的1978年的三中全會為例指出 三中全會本身其實並不是產生重大政策變動的地方 托尼布萊爾全球變化研究所的高級地緣政治研究員盧比奧斯曼更是認為 三中全會並非一場經濟會議 而是一場政治會議 政治學者洪淵源也在一則貼文中寫道 事實上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方向已經不能更加清晰了 他希望拋棄充滿腐敗和不平等的鍍金時代的增長模式 引進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紅色進步時代 這裡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它? 中國直播主半年賺3725元 被索賠100萬 中國經濟持續下行 就業形勢嚴峻 大量民眾做直播謀生 陸媒《工人日報》7月15日報導 2022年8月 直播主王岳與一家演藝公司簽約合作做網上直播 5個多月後 該公司以其直播時長沒達到合同約定的最低實現要求為由 要其賠償100萬元 而近半年來 網岳直播的收入僅3725元 最終 因演藝公司未提供其遭受實際損失的相關證據 仲裁委裁定網岳向公司支付違約金3萬元 報導稱 中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已超8億人 主播與演藝公司之間的爭議也日渐增多 甚至在一些MCN機構專門為網絡視頻創作者提供服務的機構提供的合同中 有關直播時長和違約金的條款可能暗藏陷阱 曾任兼職網絡主播的邊思雨說 一些MCN機構在計算直播時長時 並非直接統計網絡主播的直播絕對時長 而是把觀看人數 互動人數 打賞金額等指標納入統計 只有滿足一定的標準 才算有效直播時長 經常是直播了4個小時 只有2個小時算有效 入行不久的網絡主播小新表示 熬夜直播連續工作多個小時都是常有的事 長期下來身體根本吃不消 小新也因為工作時長不夠被索賠 工作2個多月 每月收入還不到3000元 卻賠了20萬元的違約金 小新因未能撥購足夠約定時長 無法獲得保底工資 維持日常生活 主動提出解約後 被MCN機構要求高額賠償 王月以身體不適難以承受高強度工作 且合同中有大量不平等條款為由 提出撤銷合同請求 但遭到公司的拒絕 我們通常能夠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R鈕即可打開字幕 請大家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我們的親朋好友得到最新的內幕資訊 做出正確選擇 在亂世中自保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